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时间9月3日 在此前的2日晚间 有一位网友发文提到 福建网友精心准备的茶叶蛋 大财和信空头金门 金门手金已经拿到了 但是细心的网友发现 图山的信被手金藏了起来 用了一支笔 公诉以后头成用 上的第一张图片显示 正在装载某些东西 第二张图片显示 一架无人机 下挂一丝红色物体正在飞行 第三张图片显示的是 一份文字 用OCR识别出来的文字内容提到 台湾同胞们 你们好 一线执行辛苦了 大陆的生活条件比较差 吃不起茶叶蛋和光 但是我们把最好的 吃不起的大菜 茶叶蛋送给你们 慰问前线手机 两岸人民永远是一家 另外有一则视频显示 伴随着稍微紧张的音乐 一个男子驾驶机动车 文字标识提到 出发地是前周 目的地是厦门 随后在一些镜头显示 一男子组装无人机设备套装 然后又将食物和信包裹好 挂在无人机上 作者在字述中提到 设计的食物是 一个茶叶蛋 一包福尼榨菜 这是大陆最好的事物 留给台湾同胞 最后一些镜头显示 作者操作无人机 印载以上物品 向眼方飞去 针对此事 台湾当地媒体新闻营 在二日的报道中提到 陆京新闻反卫 指挥部表示 二日下午 收金以桂山海滩附近行查时 发现以垃圾包裹之食品 一事遭驱逐不明 无人机投掷 收金以通报各基点单位 持续加强警戒搜索 对于无路期 无人机持续挑衅骚扰 甚至以投资物品 危害军民安全 国金将依自我防卫原则 采取必要之强力反制措施是处 其中特别提到 对方这么做的原因 是对方为嘲讽 2011年发生的茶叶蛋事件 也2019年的福令榨菜 这两起事件 都是因为台湾的节目 内容提及大陆人的收入 吃不起茶叶蛋和榨菜 而引爆两岸的舆论争议